最为神奇的是,他有一位神秘的绘画老师 这位老师并不在人间 据说他从四岁开始便接收到神的旨意 通过梦境、祷告等 一路与神同行 Hello大家好 我是神引舰队的Spark船长 今天我们来聊一位神奇的美国天才画家 他从四岁开始画画 七岁写诗 八岁时画出惊天神作 后面就一路开挂 至今已经创作出了两百多幅绘画作品 他的最新作品售价已经高达百万美金 他今年才27岁 最为神奇的是 他有一位神秘的绘画老师 这位老师并不在人间 据说他从四岁开始便接收到神的旨意 通过梦境、祷告等 一路与神同行 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都深信 神在通过他向人类传递着启示和预言 他的画作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寓意 他究竟是谁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究一下他的故事 神童少女的名字叫做Akiana Akiana是个俄语词 意思是海洋 他出生于1994年7月9日 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个乡村小镇 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是立陶宛移民 Akiana妈妈在生她的时候 没有任何助产室和医生的帮助 自己在家完成水中分明 就像生Akiana的两个哥哥一样 Akiana年幼时家徒四地 没有厨房也没啥玩具 电视收音机都没有 唯一的玩具就是纸板箱 Akiana的爸爸身体非常差 基本天天躺在床上 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就是Akiana的妈妈 她会背着Akiana 带着两个哥哥 挨家挨户的敲门 去卖些零售商品 可以说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家境很贫穷 然而就在她出生不久之后 神奇的事情 就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 先是家里接连收到 来自欧洲陌生人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基督教徒 他们和Akiana的父母说 你们这个孩子非同常人 将来会有非同寻常的未来 还说Akiana是神选之人 这样的话 这里要补充一下的是 Akiana的妈妈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爸爸虽然是天主教徒 但从不做祷告 也不去教堂 由于父母都不是虔诚的信徒 所以收到电话后 也就当作是美好的祝福 并没有当一回事 但没过多久 Akiana一家的命运 似乎真的发生了转机 妈妈的小生意居然越做越大 钱也越赚越多 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们全家搬到了密苏里州 住在了一栋大约1000平米的房子里 有独立的游泳池 超大的图书馆 很多玩的地方 Akiana很多最美好的记忆 都在这里发生 在密苏里州 大约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Akiana父亲的身体 也开始好转 但这时 母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把房子卖了 减少工作时间 希望多多陪伴Akiana和家人们 她成了一位全职母亲 亲自负责孩子们的教育 Akiana妈妈的这个重大决定 让她有机会 第一时间见证了Akiana的神奇 四岁的时候 Akiana开始出现一些试睡的症状 晚上会做很多梦 而且在梦中 总是不断地梦到天堂和上帝 并会开始描述 睡梦中的片段 想象一下 一个四岁的孩子 表达能力还非常的有限 当开始描述这些情景时 大多数听到的人都认为 这些只是她幻想出来的世界 听几下就不耐烦了 只有Akiana的妈妈 是唯一一个愿意耐心聆听的人 并且她相信Akiana所说的 并不是幻想 而是梦中真实的经历 她开始认真记录女儿的一言一行 四岁时 Akiana就梦到神告诉她 到七岁时 她将成为一个画家 而神将亲自教导她画画 神还告诉Akiana 她来到这个世界 是带着神圣的使命 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 她梦中最常出现的两个人 神和天使 奇怪的是 她可以将天使的脸画出来 但是始终无法画出神的脸 那时 Akiana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与众不同 她可以准确清晰地感知自然万物 并通过画画表现出来 这些都难以解释 神神叨叨的表现 直到她五岁时的一场诡异事件 彻底让Akiana的家人 和周围人惊呆了 Akiana突然失踪了 小镇上 警察 消防队员 搜救犬 全员出动 却始终找不到Akiana 大家都以为她被绑架了 直到好几个小时之后 Akiana在家中靠窗的走廊上出现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当时 可以清楚地看见人来人往 但大家就是看不见她 根据她的回忆 她当时化成了无数个碎片 被带到了一个不是地球的地方 我想她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或者另一个维度 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Akiana就开始 没日没夜地在家里到处画画 墙上 窗上 地上 桌上 在纸上素描 已经无法满足她的创作欲望 她开始尝试着 在更大的画布上 进行五颜六色的创作 这段时间 Akiana去学校读书 但在学校学习画画的过程 非常受挫 Akiana溢于常人的想法 并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可 只有她的母亲 始终无条件地支持她 鼓励她 永远给她小红花 在那几年 Akiana创作出了多幅 让人称探的作品 时间到了2002年 也就是Akiana八岁的时候 她的创作热情 让她每天四点就准时起床 沉浸在颜料和画布交织的世界中 但小时候记忆里 那位教她画画的神 Akiana还是始终无法看清她的脸 一筹莫展的Akiana进行了制成的祈祷 结果在祈祷的第二天下午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陌生人被朋友带到了他的家门口 朋友说 或许他可以帮到你 身高两米多的陌生人 长相和Akiana印象中的神 长相极其相似 他终于找回了那张脸 同样神奇的是 这个男人的职业竟然是木匠 很多人都知道 圣经中耶稣就曾经做过木匠 是的 这个在Akiana记忆中的神不是别人 就是耶稣基督 欣喜若狂的Akiana马上开始了创作 连续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 他筋疲力竭 却仍然兴奋不已 这幅神作的名字叫做 Prince of Peace 和平王子 这幅画也是他最最有名的画作之一 然而 这幅神作的神奇故事 到这里才刚刚拉开帷幕 在画完后 Akiana将画寄给了经纪人去展览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经纪人竟然使诈 把画偷走了 Akiana和他全家都抓狂了 等候多年才看清耶稣的面目 突然就这样消失了 更没想到的是 这一别就是十六年 这期间和平王子几经流转 被雾霾 被收藏家隐匿等等 Akiana再次与和平王子相遇时 已经是2019年12月 和平王子被一个神秘家族 以85万美金拍下并收藏 当时 Akiana最喜爱的和平王子 被夺走后 他一度陷入低迷 刚开始 和平王子也并不被外界认可 遭到指责 攻击 后面发生的 与经纪人的合同纠纷 种种 让他对自己开始怀疑 好在母亲始终鼓励他 Akiana没有停止画笔 随着一幅幅画作的完成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随后 Akiana的人生 开始波云渐日 Akiana9岁的时候 受到一个电视节目的邀请 去芝加哥 这个节目就是著名的奥普拉秀 节目录制时 Akiana压根都不知道 大名鼎鼎的奥普拉是谁 自从这次采访之后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 Akiana的人生就开始转身向上 博物馆展会前排起长队 等着一堵Akiana的作品 人们开始逐步理解 并开始欣赏Akiana以及她的作品 Akiana临谋重现 创作灵感爆棚 越起越早 画布也越画越大 使用的颜色也开始越来越丰富 Akiana和家人也开始变访全球 发起并参与到不同的公益活动中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传递和平与爱的讯息 虽然人生已经开始上扬 但Akiana每次的创作 并不是那么容易 与其说是在作画 更像是一次次接受神的教导 一次次对神的旨意的理解和诠释 所以每一次创作 对她个人而言 都是一次心灵的力点 也在帮她完成一次次的蜕变 时针转到了2016年 这时 Akiana全家搬到了 芝加哥附近的一个乡下小农庄 那幅失踪的和平王子 时常在她脑海里萦绕 她也时常关注着这幅 命运多舛的作品的最新消息 但始终没有机会再次看到她 突然有一天 全球一家有名的铸臂厂登门拜访 而这次姻缘也造就了另一副神作的诞生 本身铸臂厂只是希望和Akiana共同合作 打造一枚金币 需要Akiana复刻一下当年的和平王子 本身并不复杂的复刻过程中 她却发现乐化看到的细节越多 她意识到似乎上帝又在给她新的讯息了 于是她又再次进行祈祷 希望上帝能告诉她接下来该做什么 果真她收到了上帝的讯息 这回她要再创作一幅耶稣形象的画作 但她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挑战 那就是她祈祷所获得的讯息只有一半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另一半脸 她始终看不清楚 她感觉耶稣的另一半脸像是蒙上了一层沙一样 并且毫无生机 这让她感到极其挫败 整幅画作历经了上千小时 花了数月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 Akiana甚至难以进食 睡觉 几乎都要放弃了 直到有一天 在她的心中 耶稣的完整面貌 如波云渐日般 完全清晰地显现在她的心里 于是又一幅耶稣画像诞生 这就是她在2016年到2017年 完成的不可能任务 从八岁的和平王子 到二十三岁的Jesus 两幅绘画作品的创作经历 其实都具有相当的寓意和启示 关于这背后的启示 我们下回有时间再说 在完成不可能任务后 有一个秋天的早上 Akiana正骑着自行车 突然听到有人对她说出了 下一幅画作的名字 The Messenger 信使 Akiana感到无比开心 不光是画作的名字 还有要画的内容 就像从上帝的云盘上 下载到她的指尖上一样 一触即发 这幅画的创作过程 实在太不可思议 后来发现 从上帝云盘上下载下来的 不只是一幅画 简直就是一部电影 开始作画时 Akiana先是看到了一只 雪白的猫头鹰 出现在山洞里 然后她就把这个猫头鹰 给画了出来 画完以后 她又看到了鸟巢 鸟巢里面还有鸟蛋 画到鸟蛋时 她发现猫头鹰的形象 从她脑海中彻底消失了 连一片羽毛都没有剩下 这时她才发现 要完成这幅创作 需要遵守两个重要的规则 第一条规则 一旦画完上一个影像 前面在脑海中出现的影像 会自动清除 第二条规则 非常苛刻 就是她必须非常专注地 完成任务 而且只有清除 在画布上已经画好的影像 才能继续看到后面的影像 她发现 如果不严格按照规则去画画的话 上帝的信号就会丢失 阿齐亚娜只能在那儿干等着 等着再次收到讯息 第二天她突然听到了鸟鹿的叫声 她就把鸟鹿画了出来 之后鸟鹿的声音消失了 于是她又把鸟鹿抹掉了 接着又出现了秃鹰的画面 画出秃鹰之后 脑海中又出现了狼的声音 一出现狼的声音 她就把秃鹰的画面给抹掉 她就开始画狼 刚画好了狼 发现狼的图像也消失了 于是阿齐亚娜把狼又擦掉 但下一个讯号始终没有出现 于是阿齐亚娜就只好画着山洞 等待着讯息的再次到了 突然她开始听到了结冰的声音 因为她当时画的山洞前面有片湖水 当听到那个结冰咔嚓的声音后 她就马上把湖水画成了结冰的湖面 画好之后 她脑海中就接收到了一位旅行者 和一匹忠实的马 在山洞里避难的画面 这时阿齐亚娜明白了 为什么会出现冰冻的湖 因为旅行者想要离开山洞回家 但是这冰面太薄了 她很难走过去 之后她就听到了音的讲 而且有非常大的回音 这只音在旅行者的上空盘旋 好像是在鼓励旅行者要跟着它走出去 结果阿齐亚娜就把旅行者跟着那只音的画面画了出来 画到这里 信使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也就结束了 经过这幅画的创作 阿齐亚娜更加坚定了对神的信心 她也更相信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那就是要用画笔向世人传递 上帝想要告诉人类关于和平与爱的讯息 其实这幅画中也隐含着关于这个时代 以及人类未来的预言 到底是什么预言呢 等我们下回有时间再说 阿齐亚娜目前和家人都一起住在澳洲 她已经是一个有超过200多幅画作的画家 同时也是一位写了800多首诗的诗人 说到阿齐亚娜的诗 她说她的诗一半是和她的话所相应的 或者说是来解释她的话的 在此我选取了其中一首诗和大家分享 这首诗叫做《爱》 爱从不孤单 爱是隐瞒 爱是分享自己 爱不能独自占有 爱不能被教导 爱之呼吸越长 离天堂之路越短 最深切的生活就是爱 最深切的爱就是拥抱 爱是永不停息 爱是和平 爱就是目的 这首诗看起来稍显稚嫩 但很好地反映出阿齐亚娜的精神 她在解释这首诗时还说道 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惊喜 我等不及要将我所接收到的讯息告诉全世界 和阿齐亚娜一样 这和普通地球人不一样的特质 现在科学界称他们为深蓝儿童 据说他们来到这个地球 是为了积极的改变世界 传递爱与和平等讯息 他们在不同领域都在孕育着 人类文明不久将要经历的一场巨变 关于深蓝儿童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与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欢迎与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